欢迎继续收听《斗魄苍穹》第10019回 四天尊淡漠的瞥了一眼尸体 呵呵呵呵呵呵 这个失败了好几次的废物 我救了也没什么用 他嘴巴一张 一道血剑喷射而出 直接生生把九天尊轰成了血浆爆裂开来 声音不带丝毫感情的说 硝烟看着这一幕 嘴角挑起了一抹讥讽 哼 魂殿的人 情感对你们来说果然是多余的 呵呵呵呵 本来是应该被抛弃的东西 对于硝烟的话 四天尊反而一笑 嫌疾摇了摇头 本来不想出手啊 呵呵 但奈何这个东西太过无能 又折损你手 既然如此还是由老夫来吧 销足所有人的血脉 老夫都会如数的带回去 伴随着四天尊这句话音落下 那弥漫深渊的血海 陡然间抱起一道道巨大的血柱 血雾弥漫间 一股阴森的令人骨子发冷的气息 缓缓的从四天尊体内铺天盖地的席卷出来 阴冷而诡异的气息 如同风暴一般自四天尊血河的体内席卷出来 凡是气息波及的地方 无论是阎蒙还是失明宗的人 体内的血液在此刻都沸腾了起来 旋即只听得砰砰砰一阵脆响啊 无数人的尸体都在此刻爆炸开来 一滩滩的血浆将这片地面渲染的无比的鲜红 四天尊这毫不分青红爆白的杀戮 自然引起了双方的骇然 那靠近深渊的人急忙后退 仅仅片刻时间呢 这片区域就变得空荡荡起来了 混账 你这是干什么 你难道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吗 不远的地方 先是被硝烟一掌拍成重伤的尸天 此刻也略微回过几口气 见到四天尊居然对失明宗的军队也大开杀戒 他当下大怒 四天尊悬浮于血海之上 目光淡漠的看了一眼怒吓中的尸天 他缓缓的抬起手掌 摇摇的对着后者猛然的一握 伴随着四天尊手掌的卧下 那远处的尸天怒吓声戛然而止 身体直接爆裂开来 鲜血四溅 见到这个家伙连失明宗的宗主都这么随手就杀了 那些失明宗的强者脸色大海 虽然怒不可遏 但却不敢再出声了 连失天都挡不住四天尊的随意这么一巴掌 更何况他们这些人呢 而且失明宗阵营一些其他的强者 也是因为受到利益威逼才来的 对失明宗自然谈不上什么忠心 自然就不可能主动帮他们出头 彩琳威促着戴美沉声道 收索阎蒙的兵线 这个家伙喜怒无常 寻常的军队只不过是过去送死的 是 文言 萧鼎和萧丽在一旁都点了点头 传话兵发布命令 让那外面的军队迅速的退回了要塞之中 海波东满脸凝重的说道 恐怕呀 现在只能指望萧炎能拦住这个家伙 不然的话 玄黄要塞 依旧免不了血流成河呀 对于此话 即便是彩琳也只能点点头 那所谓的四天尊实力明显强悍的恐怖 他们这里还确实无人能够与其抗衡 因此呢 只能完全把所有的期望寄托在萧炎的身上 天空之上 萧炎微皱着眉头 望着随手间就令了人体自爆的四天尊 眼中闪过一抹沉吟之色 此人号称血和天尊 又懂得所谓的化血大法 想必应该能遥控人体内的血液 能够控制人体血液的强者 萧炎并非没遇到过 但却没有一个能如同这四天尊如此的恐怖 举手投足间就买一名六星斗尊炸得暴体而亡 虽说这之中也有着师天本身变重伤的缘故 但也有着这家伙手段诡异的缘故 在萧炎沉吟之间 那血海之中却突然泛起一阵阵的波动 旋即那四天尊脚掌一步一踏 就这么走到了虚空上 一步步的行上天空 最后停在萧炎前方不远的地方 一头血色的长发随风飘荡 血腥的味道悄然弥漫 哦 八星斗尊巅峰 的确是相当不弱的实力啊 四天尊望着萧炎 脸庞上掀起一抹极为难看的笑容 旋即他抬起手掌 对着萧炎狠狠的一握 伴随着他手掌握下 面前的空间顿时剧烈的扭动了起来 微皱着眉头望着四天尊的举动 萧炎心肾一动 磅礴的痘气破体而出 化为熊熊的火焰 将身体包裹起来 见到萧炎的举动 四天尊却哑然一笑 痘气 痘气是防不住我的化血大法的 四天尊的话音刚刚落下 萧炎就猛的感觉到 体内的血液居然在此刻不受控制的翻腾起来 隐隐之间有着胀破血管 破体而出的感觉 感到体内的变化 萧炎脸色有些变化了 这家伙所谓的化血大法果然有些门道 然而就在他刚欲镇压体内翻腾的血液时 他的心脏却突然猛烈的跳了一跳 旋即他发现一股奇异的能量自心脏内传出最后传进血管里 而就当这股力量融入血脉的时候那种沸腾的感觉悄然消散了 这是 这是天幕中融合的血脉 这般变化呀 让得萧炎一愣 旋即眼中略过些许的惊讶 没想到这新生的血脉居然这么强悍 连那四天尊的化血大法都对他毫无用处 感受着体内逐渐平息下来的血液 萧炎抬起头来对着四天尊一笑 哼 看来你的化血大法并没你说的那么厉害嘛 啊 哼哼 怎么回事啊 见到萧炎毫无反应 四天尊也是一愣 眉头紧锁 他这化血大法呀 同样是天接斗技 即便是一些半圣皆别的强者 也是会受到他的干扰 进而分心压制 为什么这萧炎却没半点用处呢 萧炎微微一笑 双手迅速的接触一道奇异的印诀 伴随着印诀的形成 他的眉心处一个奇异的足纹 缓缓的浮现 哦 萧足足纹 呵呵呵 你竟然激活了萧足的血脉呀 见到萧炎眉心处那足纹 四天尊猛的一惊 萧足的血脉早就废弃掉了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但为什么现在的萧炎却依旧能够召唤足纹呢 四天尊的疑问无人能解答 而萧炎的气息 也是在足纹出现的一瞬间猛然的暴涨 短短的瞬间就以丝毫不逊色于前者 足纹的增幅功效在这一刻完美的展现出来 感受着体内那种极端澎湃的斗气 萧炎忍不住的舒畅的吸了一口空气 旋起抬起头来 对着那眉头紧皱的四天尊 微微的一笑 脚掌朝前一踏 身形却在脚掌踏下的一瞬间 消失不见了 即便化学大法对你没用 但我却能感知你体内血液流动来确定方位 所以你的速度对我没用 见到萧炎消失了 四天尊却冷笑了一声 脚掌飞速的退后三步 一股股血红的斗气从他体内流淌出来 汇聚在掌心 汇聚成一层厚厚的雪架 最后猛的对着右侧虚无的空间 狠狠的轰了过去 给我出来 清臭的全风所致啊 那片空间顿时扭曲起来 而一道身影也随之出现 那正是萧炎 不过虽然被人发觉了方位 但萧炎没有躲避的意思 他反而前踏一步 任由四天尊攻击 重重落在他的胸膛之上 与此同时呢 他灼热的全风猛然呼啸而至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狠狠的反击四天尊的胸膛之上 这副打法呀 毫无技巧可言 那完完全全是相互的对轰 就听到碰 两个人的拳头狠狠的落在对方的身上 然而受了四天尊一拳的萧炎 却只是肩膀抖了抖 连脸色都未曾变化 可是反观的四天尊呢 却直接被萧炎一拳震得退了好几步 喉咙间还传出一道闷哼之声 显然萧炎那种灼热无比的拳风啊 令他略微有些吃不消 萧炎满脸微笑的谈了谈衣衫 轻声说道 这样换拳的话 你似乎扛不起啊 四天尊面色阴沉 眼睛死死盯着萧炎身上那件衣衫 经过交手 他自然清楚 先前他的攻击啊 绝大部分都被这件诡异的衣服吸收去了 但是令他略微不解的是 即便这件衣服能够吸收大部分的攻击 可其余的部分也不可能对萧炎半点伤害都没造成啊 这等效果 那自然因为隐藏在萧炎皮肤上的龙皇骨甲 不过这等隐秘 四天尊就是想破头 恐怕都料不到 不仅萧炎的衣服诡异 就连他的皮肤都诡异得很 四天尊目光阴沉的盯着萧炎 后者能够免疫他的攻击 但他却不能无视对方的攻击 这种战斗可当真是让人无比的憋屈啊 不过呢 这四天尊也不是寻常人物 他知道 他先前的攻击之所以没对萧炎造成什么伤害 没有其他的原因 只是因为力量不够 既然这种力量不够 那么 就来更强的 强到足以彻彻底底 把硝烟轰成渣子般的力量 火血大法 大势血术 四天尊面色争鸣 一道阴厉的怒吓之声 如同惊雷般的响彻天际 而伴随着这道力和声落下 周遭千丈范围内 凡是实力低于斗尊层次的强者 体内都在一瞬间炸裂开来 化作一股血浆 源源不断的灌入 其身体之中 与此同时 下方深剑中弥漫的邪海 也呼啸起来 化为滔天血浪 疯狂的涌进 前者的体内 伴随着这恐怖血液 被四天尊吞噬 他那原本静止不动的气息啊 居然又出现了细微的松动 然后缓缓的攀长起来 小炎 你不要当本尊是魔语那等废物 你削下所有人的血脉 连带着你这条激活的血脉 本尊今日都收定了 血海弥漫 天际变色 阴冷而冰冷的声音 带着一股恐怖的威压 在这片天际 弥漫开来 望着那瞬间气息暴涨的四天尊 萧炎眼中也略过一抹凝重之色 这个家伙能够在中周上 闯出赫赫的威名 想必是有些本事 他现在的气息啊 已经明显超越了普通的斗尊巅峰强者 当然 这也并非说四天尊已经达到了半胜 因为这种本事 那是可遇而不可求 斗尊巅峰和半胜 虽然仅仅一步只有 但这一步啊 却仿若天见 两者的差距恐怖的让人难以形容 就从连要老那等实力都在斗尊巅峰驻足多年 方才最后借助炼制躯体重生之力 一举突破就能看出来 要想达到半胜啊 那天赋即便是再恐怖都不是简单的事 这短短的一步之遥 就让得无数天赋傲人之辈 最后寒恨隐落 而直到隐落的那刻呢 都抱着无比的遗憾呢 而之所以会造成这般原因 那就是因为在短短的一步之遥中 却是隐藏着一种独特的修炼 而这种独特的修炼 唯有当接近这个层次的强者 方才能够有所修炼 称为九转成圣 所谓的九转 算是一种专门用来衡量 斗尊巅峰和半胜之间差距的一个量子 毕竟这两者之间呢 差距实在是太过恐怖了 必须用更加看为细微 可实际上却相差很大的层次来分辨 九转呢 其实并不复杂 简单来说呢 也可以称作为九次凝炼和压缩 当一位处于斗尊巅峰的强者 体内的斗气出现饱满 并且无可增加的时候 便是九转开始的时候了 这个时候 他需要把体内的斗气 全部进行凝炼压缩 最后令得饱满的体内 再度出现可以容纳新生斗气的空间 而带着斗气再度饱满的时候呢 便是必须再度凝炼 如此反复 九次之后方为大圆满 而体内的斗气 也会在这种压缩之下产生质的变化 而一跃 踏过那无可丈量的天界 真正进入圣界 故而啊 一些达到这一步的强者 便将这隐藏在斗尊巅峰之中的修炼 称为九转 九转之后 方可成圣 这九转说起来简单 但真要炼起来却是 要人老命啊 想想吧 一个斗尊巅峰强者的体内 所能容纳的斗气是何等恐怖啊 要想将之填满 并且还得填满九次 这等需求足以当得起可怕儿子 先前的四天尊 虽说是斗尊巅峰 但应该也仅仅是一转的斗尊巅峰 甚至呢 比施展了足文后的消炼都要略微弱上一些 但现在吸收了如此多的鲜血中的能量 却直接暴涨到了三转的地步 当然了 这距半圣还有着难以触摸的差距 而只要他未曾达到半圣 萧炎就会有所胜算 伴随着气息的暴涨 那四天尊的双眼越来越腥红 这化血大法 虽说能够吸食人血中的能量 但后一阵却相当之强 在施展之后一个月内 他的身体将会陷入一种濒临死亡的地步 那种状态 即便是一个斗王阶别的人 都能够轻易把他杀死 因此 若非是万不得已 这四天尊一般不会施展这等秘术 可眼下的情况 若是不施展 不仅任务会彻底的失败 恐怕还会在萧炎的交手中落败 这可不是他能够忍受的 星红的双眼死死盯着萧炎 四天尊脸庞上却涌现一抹森然的笑容 一道阴寒的低吼声自喉咙间传出 伴随着四天尊的低吼声落下 一团团恐怖的血色雾气 从他的体内铺天盖地地涌了出来 最后在天空上凝聚成一团团浓厚的血云 腥臭之气 弥漫天地 感谢各位听友朋友们一直热心的支持 桑子播讲的豆婆苍穹 欢迎添加桑子的个人微信号 MAGI626 我们一同畅聊豆婆 一起体会书中之旅 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订阅